羽毛 馬修 關龍 哈囉大家 歡迎來到ASRA HO汽車 快過年了嗎 來介紹一台很應景的車子 就是我旁邊一台紅色的車子 那牠是2021年的 富特庫喇 180 旗艦芯 那我們在里程 只好一萬多而已 你要說是小休旅 但它又沒那麼小 但是它也沒有到很大台 所以算是中型的休旅車 適合小家庭 可以參考看看這台KUKA這樣子 我們看到它的頭燈的部分 它是做矩正式的這個LED 就是頭燈啊 然後那個是行燈、方向燈 包括下面的霧燈 都是LED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看一下它的輪圈的尺寸 這個雙色的小街市的旅圈 喔 尺寸哥在這邊 喔 560R18 8吋尺圈的這個旅圈 然後這台車有電尾門 電動尾門 然後除了電動尾門之外 還有腳踢的功能 來看一下這邊 一件式的傾倒 就是後座 一件式的傾倒 先把它奔一下 然後它那個第二台就倒下去了 這邊也是 非常的方便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那個12股的充電 對 然後掛鉤 然後掛鉤 然後有一個那個 防水的後箱墊 我們看一下下面有什麼 先打開 下面就是有一個置物空間 然後有補胎計跟打氣機 然後我們這台的話呢 它一樣搭配了B&O的音響 有十支喇叭 那它的音響把它藏在這個地方 藏在裡面啦 大致上是這樣 大家看一下那個第二排座椅 完全就是平躺下去的樣子 也是長這樣子 空間還蠻大的喔 它的門板 有一些就是鋼琴烤漆 大家可以看到它整個就是內鬆的樣子 還蠻有質感 就是用了很多鍍鉤有沒有 鍍鉤的部分 像這邊 還有這邊也是 然後搭配鋼琴烤漆 然後這邊是類碳纖維的飾板 然後那我們這一台的話 里程式 10205 10205公里 然後還有新售保固中 並且通過夜食認證 大家可以在網頁上面查看 那個夜食認證鑑定報告 好那 上方呢 有一個HUD的抬頭顯示幕 好那這個HUD的抬頭顯示幕 它除了限速的提醒之外呢 看來清楚嗎 好 它就是 包含你一些 車輛行駛一些類型 像車駒 像車駒啊 車駒然後收到維持 收到輔助 買電 它的內容有這些 都會顯示在這個抬頭顯示幕上面 還蠻方便的 個人還蠻喜歡這個功能 看的話呢 這是免鑰匙IKE的 好 方向盤的部分 我們來帶一下方向盤 那右邊的話呢 這邊的話就是一些 就是設定這樣子 可以切換電台啊 然後油耗啊 一些旅程啊 旅程那些 開壓 好 那這邊的話 那這邊的話 這顆按鈕 就是控制 抬頭顯示幕 一些內容的調整 好 下面這邊 那個藍牙的接聽 然後左邊這邊的按鍵呢 就是 燈車定速的部分 然後音量的大小聲 這樣子 然後 福特他們家的 燈的調整 都是找這個樣子 好 好 然後這邊還有一個按鈕 可以控制那個 就是打開電圍 這樣子 然後 好 我們這台還有駕駛座電動輪 把它看一下 那這個是 發向的 OK 再來 影音的部分呢 影音的部分就是也是 給好給滿 觸控式的 好 有導航 然後可以連藍牙 還有我最喜歡的 Apple CarPlay 那給大家看一下 好 說一下 畫面 這樣子 那 冷氣的部分 好 在下面這邊 雙區恆溫空調 是後座的部分 我們來看一下後座有什麼吧 這個中央扶手 把它放下來 就兩個支杯架這樣子 好 然後 這邊一樣 它有那個 兒童安全固定裝置的固定扣 左右都有 這邊也有 然後後座冷氣出風口 這個台灣非常需要 然後下面很貼心的 還有 USB 的充電 還有Type-C的充電孔 這設計超棒的 好 那我都長這個樣子 來看一下營車的部分 那我們這台庫尬呢 它是1.5渦輪 直列三缸式的引擎 好 然後我們這台有通過夜食認證 給認明夜食認證的標章 那我們就是保證 該車非重大事故 非化水車 非營業用車 旅程旅約保證 那如果上次不服 我們就是原價做的車喔 好 那如果就是 大家有任何其他問題的話呢 都可以下方留言 或者是 私訊 私訊 這樣 那如果有興趣的話 就直接來我們 遇風汽車賞車定製 道路士大俱定時率137號 那我們今天就接到這邊 那下次見囉 掰